第二十六屆台北電影節 最佳劇情長片得獎的是 老狐狸 恭喜 老狐狸這個片子得了一堆獎 除了演員沒有得過敗個獎以外 全部都得了一堆獎 滿奇怪的 男主角也沒有 男女那個男配角也沒有 但是得了導演得了編劇 得了攝影得了很多 謝謝大家 得到這個獎項 對我們來講非常的 不容易 首先我要先謝謝 我們所有的投資方 在這樣的時刻 給予我們這樣的機會 把這樣的故事 留給這個時代 也要謝謝文化部 文策院以及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在一開始就給我們了 強心針 給我們非常事實的鼓勵 另外我也要特別謝謝 我們兩個沒有辦法到場的監製 和孝賢導演以及孝半石子老師 謝謝我們的前輩 給予我們足夠的底氣跟養分 也謝謝台灣 給予我們這樣的機會 把這樣的故事好好說出來 也非常謝謝 在座的每一位 以及我們的工作人員 所有的家人 其實我相信 包括我們的團隊 以及在座每一位 你們的家人 你們的親友 可能都不知道 你們到底在忙些什麼 但非常感謝 因為有這些人的支持 我們才能沒有後顧之憂 拼盡全力的說故事 當然我也要特別謝謝 謝謝亞全導演 以及我們這麼棒的團隊 謝謝台北電節 謝謝評審 謝謝所有的劇組 辛苦的劇組 我很榮幸很榮幸 參與了這部電影 然後這個獎 是所有參與這部電影的 工作人員跟演員共享 謝謝 謝謝